今天我們來到園林火車站附近 園林火車站附近有很多美食 我現在才知道 而且園林非常的先進 我這個土豹吃都會覺得園林好像很鄉下 其實一點也沒有 現在我們去吃看看 園林火車站附近 有一間非常厲害的Pizza店 我們來到園林這間意大利餐廳 我們來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園林這間意大利餐廳 而這個餐廳曾經拿過 2016年拿玻璃Pizza台灣冠軍 馬格力特Pizza是Pizza裡面的入門款之一 只要它的Pizza做得好吃的話 基本上其他的Pizza都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麵皮啊 都是手工乾的 吃起來啊 這一檔具會很好吃 Pizza Pizza應該怎麼吃 Pizza就是應該捲起來吃才會好吃 捲起來之後呢 這樣子一口塞進去 剛剛好 這間馬格力特Pizza 沒什麼問題 其實它的Pizza都是OK的 因為重點是它的餅皮 以及它的醬汁 各位有看到啊 正統的馬格力特Pizza 經過拿坡裡認證的 背面啊 各位看一下 背面啊這個是什麼呢 這就是一種爆紋的 烤焦的感覺 這稱之為 爆紋 一定要有這種感覺啊 才叫做拿坡裡Pizza 一般人不懂的啊 會覺得說 阿你的草味的啊 千萬千萬不要這麼說 你這麼說的人 就是個笨蛋 這叫做爆紋Pizza 正統的用搖 把我們烤出來 就是要有這種花紋 才叫做拿坡裡Pizza 不懂嗎 不要裝懂 不要在網路上 批評人家說什麼 炒回答 你都不行 不行 上網查一下資料好嗎 這個北門肉粽啊 看起來好像非常厲害 這個肉粽吃起來啊 裝裝暖暖的 而且啊 又加香菜 加香菜就對了 香菜才會好吃 他們這個肉粽啊 香菇 好小喔 都沒有我嘗試那種控把 它是這種小碎塊肉 吃起來是有咬勁的 而且非常入味 我們現在啊 走在山明街上 走著走著啊 就看到一間 好像很厲害的小吃店 叫做寶島霸丸 快樂 現在呢 來到這個 波豆肉碗 聽說啊 前面有個大哥跟我說啊 這個肉碗 比波豆粉底的還要好吃 然後現在是在園內裡面吃這個肉碗 這個肉碗有分小份跟大份 大份45塊 小份的話30塊 然後這個是用 它是用兩顆小肉碗合在一起 變成一份肉碗 這個皮啊非常有嚼勁 裡面的筍子啊也非常甜 這個肉碗啊 肉絞 這個肉超大一塊的 好吃耶 園領這個地方啊 我們現在所在的啊 它有好幾家啊 都在賣米苔木啊 前後左右都有啊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擁戴者 今天呢 我們來這一家啊 看一下這個米苔木 這個米苔木啊 雖然看起來清清淡淡的啊 非常乾淨啊 可是啊它的湯頭啊 卻非常的濃厚耶 喔這個很厲害耶 看起來像水一樣 不過呢 它的湯的濃厚度啊 香醇度都夠啊 而且也有豬油的香氣 這個米苔木啊 看起來簡單 吃起來卻一點都不簡單 不過它放的是菇菜啊 一般人應該不喜歡吃菇菜 有些女生啊 都不喜歡吃菇菜 不曉得為什麼 男生可以多吃菇菜 因為啊 可以強筋體鋪 今天來圓領啊 短短幾個小時啊 就吃到非常好吃的小吃 以及非常好吃的披薩 圓領真是一個 生長部落的地方 難怪啊 我周遭朋友 很多人啊 都想要來圓領開分店 他可能像中這邊啊 圓領人啊 高消費 然後又懂得吃 然後地理環境又好 而且圓領人又非常有錢 我是廖帥 天生廖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